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大革命 現在算挺難賺的 這區是完全沒有碰過的區域 我看到好多的 寶箱喔 靠 economy 小小姐 是小偷嗎 是 來追你了 別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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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我射殺你喔 別跑 撲空 幹什麼啦 明明就在殭屋當中 為什麼他都可以砍我 明明就在殭屋當中 為什麼他都可以砍我 什麼地方啊 怎麼 守衛這麼多啊 什麼地方啊 怎麼 守衛這麼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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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還是在地下室 不然就在這個塔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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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除了 自己看 也是 你 不 不然我等一下吃不完 我現在 我被拒絕了 你快跑去哪 你快跑去哪 別跑 2樓有箱子 開得了 我覺得他撿二星的反而比較順 我們在這裡 怎麼到處都這個 我沒有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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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首歌已经唱过了 一个戏剧性的退场 武士的巴罗斯借由他的权势处决他的对手 并取得他的财产 他在苏丽酒店规划一场戏剧表演 来庆祝他的胜利 表演被中断 公爵成了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刺客议会 刺客议会的报酬都比较低 演示售会的攻击 刺客议会的物件 想法议会的 不论读有限 技巧议会的 猪特利 我希望他不在乎 找到了 是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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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開槍打我 有人開槍打我 出口袋啊 我從這邊爬出去好了 我可不想被槍沒捨走 救過啊救過啊 一星腳花了片子 啊給他跑了 殺你們些份子 好 痛 回去武器 快快 啊 啊 啊 挖滑修道院这个先好了 邻居的居民包围了二冠门威胁的菲利杜卡维尔修道院 找到他们的时候领兵杀了他解决问题 上楼看看好了 反正都来附近了 三星 四星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不同星 除了范围之外 动作速度也不太一样 阿羅! 所以我才會 習慣了二姓一姓就打不開了 這一次雅諾可能是另外沒有雙修劍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 即死的 敵人排只的的時候連續殺兩 那一招真的超帥 雅諾應該要學一下 這兩千五 挺好頓 我剛剛驚心的 1790年2月教會被迫解散 法國的修女們被要求返回自己的家園 他們拒絕服從 於是在1792年被驅逐 他們在居民當中找到了避難所 但在1794年的恐怖統治期間 當局為了確保沒有任何修女、窩王 所有的居民就被徹底搜查 16名莫爾加洛會修女於1794年6月被逮捕 並交給巴黎地方法院審判 在審訊當中 檢察官腹肌癌坦維爾 肯定他們被認定為有進行秘密的反革命會議 以及持續他們的宗教活動 而遭到控訴 1794年7月17日他們全被送上特羅的斷頭台 直到1905年5月27日他們才由教皇庇護師審宣府裡 他們是被冤枉的 那時候居然不可以有教會 那時候居然不可以有教會 好奇怪喔 他們牧師一直都很相信教會 該條牧師倚 我發現了 呃... 菲爾斯杜凱爾維... 這字怎麼唸啊 維... 這座小教堂就被改建為名叫小科興的靈感的戲院 這家戲院就坐落在住民的罪犯大道旁 據說來採用這個名稱 是因為這家戲院時常上演許多鬧劇 戲院營運至西元1807年 最後由帝國下令完畢 我看要白色的寶箱了 我要拿 我身邊拿 終結束 有機會是靠近的 我們在這邊或是要有選擇 有機會是用網絡選擇 有機會是用網絡的 有機會是用網絡選擇 有機會是用網絡選擇 對,我就知道這邊有個冒灰 剛好就沒有寫過 剛剛擠著逃命沒有看到 剛好就有機會 我沒有拿到 啊 欸 還是就是要從更高上面跳下來 說不定是要從塔頂跳下來才有 試試看 我現在是要從塔頂跳下來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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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勒奴尔致力于保存这些法国艺术品 拼创立博物馆 不幸的是有一帮总司犯正在马丽雅斯一代锐罗家值不菲的艺术品 他们一路从教堂豪宅一般民宅抢夺下去 毫不在乎物品是否以为人所有 抢夺就一定是已经为人所有 道桑斯府邸杀了走私首领 并阻止他们的大规模抢夺 我的鞋要快没有 我的鞋要快没有 啊 啊 啊 看來這個禮拜是碰不到主線 摔死是哪招 補一下我的消毒品好了 我的藥水要沒了 不過了 不過了 他藥水沒有辦法再多一點 最近好像沒有的都是藥水 把他閉嘴 就說不定 他把他閉嘴 他把他閉嘴 他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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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 現在 我又看到槍兵了 奔跑他們就宰了你 用槍宰了你 在這兒 你應該要拿雞尾 那是那些東西 那是那些地點 我現在要去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 我對你 如果我喜歡 你敢取得 你愚蠢 那是那些地點 你不想跟我打死 太早了你 他拿來特殊兵打射 你不能逃走 不關 亞歷山大勒努瓦 隨著革命爆發,亞歷山大勒努瓦館長趕緊著手收藏並保護法國的歷史古蹟、古董與財產 他成功地要求政府沒收並存放所有國家資產 以免這些古董被散成黃金,或者更糟的是受到破壞 亞歷瓦雖然公然離向革命性的破壞行為及反基督教的暴力活動宣戰 但他也只能眼巴巴地望著聖德尼代表堂的皇家陵墓被暴民褻瀆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 今天就到這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雖然是 無知為了,朋友 我就是想看你 你不太得罷了 我一定有警告 躲在監力網上 準確